就是说如果当你发现你的头发 真的是有一种提早弱法 或是真的掉很多的现象的时候 其实还是可以寻求一些医疗的帮助 那目前说如果你去看门诊的时候呢 其实医生大概会有三个方向去协助你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现在已经有通过的口服药 那主要有两种 第一个叫柔配啦 我们刚才讲说体内有个酵素啊 那它会去导致你的毛囊提早的萎缩这个东西 它会抑制这个酵素 去影响到你的毛囊的现象 然后另外一个药物叫做新法灵 那它这个呢是新一代药物 它抑制这个酵素的作用会更显著这样子 不过这两个口服药物都有一个 比较一致的副作用 就是它会抑制这个男性的性欲 然后影响到性功能 所以其实很多男性就是听到这个副作用的时候 好像对于口服药的接受度就有一点点不高这样 但事实上呢 其实就是口服药物它有一定的半衰期 比如说第一代的柔配它是三到四天 那那个新法灵呢 它大概是几周的时间 那其实药物没有使用的时候 它就会恢复到正常 副作用也就会没有了 所以其实不一定需要这么的惧怕啦 不过听起来真的说大家理论上都知道 但是还是心里有点紧张 所以我们应该也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吧 是那像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生法水 很多人都听过就是生法水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它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在生法期就是在这个生长期的时候 资养活化修复你的毛囊 在生法水当中提供很好的营养物质 活化物质滋养物质让你的毛囊 第一个毛囊健康 然后还有你的头发可以长得强壮 然后维持它的营养度减缓这个衰退期 所以可以达到预防落法的效果这样 这应该是大家意愿最高的 因为这执行得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啦 那我们第三种方式呢 第三种当然就是我们这个 如果落法的一个终极目标 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做直发手术 对因为我们这头皮上有很多的这个毛囊 每个毛囊都有一根细胞 那可能有一些部位呢 它的掉发现象没有那么明显 毛囊分布很密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取这个部分的这个毛囊 然后把它平均分布 再去种在我们掉发比较严重的区域 就让它分散 每个地方看起来都有头发的时候 这时候就可以让你的头发量 看起来就是都有头发 然后就看起来不会落发的好像很明显 然后去影响到你觉得的外观啊或什么的